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 呃您在簡報或者您的那個 講義上面 您可以看到我的那個資料的話 在這邊 好在這邊 所以如果說你可能日後你在使用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跟我 可以討論 我們可以聯絡一下 那你在用email的方式還是我有小新 好那我如果知道的 大部分我能夠盡量馬上回答 我都盡量回答你這樣 那不然就是透過mail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在word裡面 我們今天大概會講幾個部分 挑幾個主題來講 可能沒辦法全部講完 那時間是這樣 那我們待會呢 會先跟各位介紹這兩個網站 因為你要這樣實體教學的機會現在比較少 對不對 可是呢 大家上網的時間現在是不是很多 所以呢 要讓大家稍微習慣一下就是所謂的線上學期 好 因為說真的現在線上學期的資源很多 好 線上學期的資源很多 高官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個叫做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那麼這個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好像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中小企業我還在學啊 其實不會 因為這裡面呢 各位這個裡面有非常多 非常豐富的這種所謂的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 不只是我們電腦內的哦 好 不是我們電腦內還有其他的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另外一家 欸 叫做什麼 職業訓練 職業訓練網路大學 好 他以前叫職業訓練數位學習網 那現在他也分隔了 好 變大學了 好 虛擬的要變大學才行 所以呢 我們 來請各位呢 找看看 那這個網址呢 呃 我不是很建議各位用記的 因為你用關鍵字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當然在簡報上面也有 好 您可以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您找 我們先請各位先找一個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這個關鍵字 您直接找這個關鍵字就可以了 好 好 這個關鍵字 好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那麼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網址是在這邊 好 如果說你要用 你看那個轉義上這個也可以 好 這樣 OK嗎 好 他就是3W.sm elearning.org.tw 那麼我們就直接連過來 好 你看一下 把他直接連過去 好 你進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先看看左手邊 你看看左手邊 他的學院 不只是電腦類的 好 好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是財務金融的 財務融通的 所以如果在裡面 像今天學校很熱鬧 我就看到好多系的那個旗子在飄揚 財務金融的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下面還有知識 綜合知識的 裡面呢 當然電腦類的一定是比較多一點 好 因為這裡面的東西很多 那再來 如果你有上一些行銷的課程 行銷流通學院的 好 那再來還有跟人之有關的 人力之勇 好 這些都有 好 這些都有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你看看 在這裡 我們稍微 進到這裡 有一個叫做學院課程 好 學院課程 我把它點進來 好 你在裡面就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說你看資產類的 因為這是財務的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你看資產類的 資產類的 有專利權的對不對 商標權的 你看這些東西 可能你平常也要上課要花時間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宿舍 在家裡面 在學校 你可以自行學習 自己選定時間 講來上就上 不上就關掉 對不對 這樣也很好 所以東華電信那個選資訊 我們也有 好 那麼這個是財務金融 那我們看這個 我們跟電腦類比較相關的 好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好 比如說以我們這個 Office系列的 這邊就有那個叫做職場系列的 你看一下 好 你看 在這邊 有這個 所以職場系列 您看右手邊 有沒有我們常常看到的那些Office系列 這邊都有 對不對 Office系列都有 那 你 事實上內容不只這些 它裡面還有很多 只是說這算其中的 那它一段時間呢 就會再推出新的 好 會再推出新的 所以其實都蠻不錯的 那 你可以參考看看 那麼 因為這個網站還有跟我們 剛好我們要介紹那個職業訓練網路大學 這樣 這兩個網站都需要注册 都需要注册 但是注册不用任何的費用 所以我們先利用一點時間 讓各位呢 可以先把這個帳號先注册起來 那麼你回去就可以看 所以 除了我們上課的這個內容在 這個上面的資源那麼多 不要客氣 所以呢 待會兒 你看到網站的右手邊 網站的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它有一個 加入的是免費的 那你看到下面這裡 所以下面這裡有一個加入會員 那麼它需要你填寫一些基本資料 好 最後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好 第一個呢 它會有一個要不要同意的 所以你選到這下面 反正 什麼都不用看對不對 只好同意 簽下賣真器有沒有 哈哈哈 事實上這兩個網站 它都會把你做所謂的 數位 那個學習紀錄 所以你看 什麼時間 看了哪個課程 看了多久 它會把你紀錄下來 那中小紀念 網路大學校這個呢 更好玩一點 那它會怎麼樣 還可以那個 還可以比賽哦 好像那個 那個線上遊戲一樣 你可以基點 如果 你想要當狀元的話 它上面 有那個等級 哈哈 很好玩 那所以 可能要麻煩各位 你們來這邊 稍微填寫一下基本資料 好不好 那麼 我現在就把它還給各位 你先找找 用關鍵字找找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不要注射好了 你一樣可以找一個叫做 職業訓練網路大學 職業訓練網路大學 那麼 你找到之後呢 它也是需要稍微注射一下 也是稍微注射一下 它目前裡面有八個學院 有七大職能 那這個呢 跟我們剛剛看那個 中小企業比較不一樣 中小企業的 它是比較水 就是一般性質的 比較有點像一般大學 那職業訓練這個呢 比較像是技職學院 哦 技職的 那所以它上面 比如說你可能有 假設你可能 高職 或高中 你有學過比如說 一些像什麼電子類的啊 或者你是讀那種第三類的 電子機械啊 那如果你比較的 也有美容的 比如說保姆 還是烹調的 上面都有 一樣都是那種視訊的課程 好視訊的課程 那所以呢 我這邊呢 先 把畫面稍微切過來一下 我們帶各位稍微過去看看 好不好 來 您畫面稍微借我一下下 你來個注射中的沒有關係 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你看我現在找到了 關鍵是 連 連過去 好 進來了 OK 那麼你看到左手邊 我們先看看他左手邊 到底提供了哪些東西 好 你看哦 他有提供了什麼 好 這樣你們看好像比較不好 因為他那個顏色比較 對 比較淡 這個 我再放大一點 好 你看有沒有電子類的 電子類的 有什麼西元 這個 好 那這個比較軟 電機的 還有機械的 還有資訊類的 資訊類呢 他也有 好 資訊類也有 那如果說你本身是比較屬於商業管理的 比如說你以前可能是所謂的文組的 那可能這邊就比較多 好 這邊比較多 另外呢 你對觀光有興趣的觀光餐廳 還是你對做家事有興趣 譬如 充任啊 或者 當那個保姆啊 免勇啊 這邊都有 所以呢 你可以從這邊來看 那麼 如果 你要注射的話 一樣他在左上角這裡 左上角這邊 好 有沒有一個 加入會員 好 你從這邊加入會員 也是OK的 好 也是OK的 那 他這個呢 也是一樣 就是 他是用那個 身份證資料 當作你的帳號 好 身份證資料 當作你的帳號 所以 你要加入會員的時候 基本資料錢的 大部分都差不多 好 那上面這裡呢 有四個步驟 有四個步驟 所以你從這邊 第一個 先有那個小款 然後下面就同不同意 反正一定要同意 不同意又不行 好 下一步 那 這邊 就必須要 你填寫一下你的 身份證 當作是你的帳號 好 身份證這個部分 會當作帳號 那 一樣 再來就是 基本資料填寫 最後就注射完成 好 就注射完成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可以 你利用一點點時間 我們先注射好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呢 你回去 你可以再 探討看看 因為以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是 中小區 網路大學廠那邊 資料是比較完整一點 那 職業訓練大學 網路大學這邊 他課程也不少 不過就是說 呃 他算是新推出來的 所以 這個 可能就看各位 你的目前本身的領域 你是哪一 哪一類型的 他 他就是比較專業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看一下 你如果現在還在注射的 沒有關係 你可以來到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這邊 這裡有一個回首頁 有沒有 有一個回首頁 你可以按右鍵 因為假設你注射資料還在打 我們就不要把它弄掉 我們就再另開一個新的就好了 你在這個上面 來 我把它頂一下 我把這個 打開 這樣各位再看就比較容易看一點 好 你看右上角這裡 對不對 你按右鍵 有沒有 在新的索引標籤中打開就好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把它打開 這樣它就不會 那頁就不會替換掉了 好 那麼我們現在回到首頁囉 我現在回到首頁之後 我們來看看 關掉一下 OK 那麼我們現在回到首頁 還是我進到群螢幕好了 這樣也可以 我把它說小一點點 好 我們現在進到這個首頁的話 你看左手邊 事實上 它上面不只是只有這種 影音課程 你看這裡 有沒有 線上演講聽 如果說你去 像 或者說我們去外面聽 演講 或者在學校裡面 還是你聽廣播的 它這裡就 另外呢 這裡還有書齋 就是 如果你有 有一些那個讀書 的一些書籍的介紹 還有一個 其實現在流行的 你看電子書 不過電子書的部分 各位 你必須要 等級夠 你現在剛加入叫做 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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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丁就是 最 最 基本的那個 那你必須要到部役以上才可以 那部役很快 很快 所以這個電子書也蠻方便的 跟你 去實體主管介書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 你看我們先來看看這裡 好 比如說我現在呢 我來看